安~~ 路哈的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今天在網站9點的話呢 是我們的觀眾投稿時間啦 今天也是對新手還蠻有幫助的一部影片喔 所以大家如果新手的話 想要看一下一些關於貓戰的一些 就是蠻有趣的一些分析啊 或是一些就是那個 比較有用的一些攻略的影片 可以看一下晚上的影片 那今天的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咧 本帳的話今天啦 我們就來打一下那個 七月搶洗啊 因為前面一段時間的話太多一些活動了 因為七週年的話基本上7月1號 基本上那段時間就開始 一直冒出東西來嘛 所以就拍拍拍拍 拍不完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來好不好 讓大家看一下也順便提醒大家好不好 今天錄影片的時候已經是7月10號了好不好 那7月初的這個強襲關卡 記得打 因為大家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你再次還剩4天 如果沒有拿到我們這邊的這個白金 這個碎片的話 就還蠻可惜的喔 所以記得一定要來打一下好不好 這個我們的7月強襲 那來看一下今天的7月強襲 這一次是什麼 因為是夏天 為取得獎勵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不過他這邊有這個 初級條件限制 好像每一次都是初級10隻角色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來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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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來來來來來來來 你就用這套隊伍好了 隨便打一打 因為是夏天 LV1 GOGOGO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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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初級 撞起來撞起來 然後這邊2250塊的喵魔 看一下齁 因為是夏天 所以這邊 是陽閃的這個 貴賓犬喔 陽閃貴賓犬的話 他其實沒有太多的一些特別能力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用一些 遠工具的角色直接把他射爛 應該就是沒啥問題的喔 加速沒問題 這最大的問題大概就是 你可能要需要一些時間 然後來那個 來跟他們 互打一下 然後 互打完之後的話 你還要再等待就是那個 喵力打之類的喔 來 沒問題 咦 GOGOGO 走起走起 然後3000多 走起走起 沒有我們前面這邊都沒死 所以 完蛋啦 前面這邊全都沒死 所以沒有辦法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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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完蛋完蛋 沒有沒有來 時間500 走起走起 撞死撞死 我覺得目前來說因為前面的話這兩隻都還算是就是 比較近距離攻擊類型的 所以你如果要打的話就是用我們這個 遠工的一些美女神啊或是什麼東西來射他們一波射他們蠻臉應該是 比較OK的喔 因為是夏天 來 那關卡其實就還蠻簡單的啦 不過他們好像都是一般性敵人喔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打的話應該用那個 牙王啊或是那個 黑傑他們更快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你看用我們這個飛腳貓 飛腳貓一下一隻欸真的假的 哇靠 真的假的 他不是 專打紅色敵人嗎 他有這麼牛喔 這紅色敵人小弟這樣打這個關卡這麼牛的嗎 哇 難怪大家這麼推他捏 真的是不是沒有原因的欸你知道嗎 真的蠻省的你看我們幫他加個盾牌應該就還蠻厲害的 幫他加個盾牌 直接倒這個殺意貓出去直接打爛別人欸 有沒有你看直接把那個 把那個 洋閃的直接弄爆了欸 而且現在LV3了欸其實也沒有說到 很弱很弱而且剛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我們這邊打每一隻異星敵人 直接轟爛 太神了太神了 太神了太神了 夾夾夾夾夾 太神啦 撞爛撞爛 因為是夏天OK 可以欸我不知道他這樣可不可以撐到就是 那個LV5 來喵力達給他喝起來喔 喵力達開喝補充一下 這個飛腳貓 好像真的很有料欸 飛腳摸超級有料 完全沒問題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來 走起走起走起 走起走起走起 飛腳貓真的很有料欸 他可以直接把那個異星彈士轟死到底是什麽一回事 還是其實他也有對那個 異星彈士的一些能力 我們待會去看一下好了 搞不好是有 哇三隻的泳裝熊喔 還是他本來的這個攻擊威力就很大 我覺得他搞不好原本的這個攻擊威力就頗大的欸 也不一定欸 你看直接轟爛欸 7500塊殺一貓從那個箱子派出來應該是 還蠻省的吧 應該是真的還蠻省的 來 出發出發 出發出發 走起走起 撞爛撞爛 可以可以 撞爛撞爛 一次送一隻 這真的很厲害了好不好 我覺得這次真厲害了 太神啦 完全沒想到欸 因為 之前的話基本上我有感受到他打紅色敵人是真的還蠻省的 他打紅色敵人是真的蠻省的 但是 沒有想過原來他打這個 異星敵人也是很強欸 我來稍微看一下他的那個 介紹好了 好不好 飛腳貓 究竟何方神聖 來 角色說明 給你紅色敵人超大的傷害啊 對啊 他打紅色敵人的欸 範圍遠距離攻擊 效果的話是超大的傷害 但是他是對紅色敵人超大的傷害 為什麼可以把異星敵人打成那樣啊 你們剛剛看到嗎 那異星敵人是直接 直接被轟爛的欸 嘿嘿 太省了 你看 太省了 縱爛縱爛 完全很ok喔我覺得這隻 飛腳貓 難怪大家這麼推 難怪會推爆 他根本就不只可以打紅色敵人欸 小地藏好像 因為他這個攻擊速度我覺得應該是比小地藏還要快蠻多的 而且走路速度是不是比小地藏還快啊 待會可以來比較一下好了好不好 如果真的很神的話大家真的要進化這顆紅色彈彈 因為這個紅色彈彈的話真的是 特牛特牛的感覺 很厲害欸我的天 你看光 生田一生這邊爬爬一波 都還未必能夠輕鬆的把一些敵人給打死 LV5打完大家記得齁 這一次夏季的話是我們這個 帶陽傘的貴賓犬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雅西比的沙漠 然後我們來用這個 然後把那個誰 小地藏換上來 兩隻這種超強角色來比拚一下喔 看一下他們兩個能力 一個是 好像是聽說我們紅色敵人的小地藏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究竟是不是 能夠勝任或是更強 而且其實飛腳貓這邊說真的喔 他才690 比小地藏便宜喔 那移動速度這邊來稍微看一下 你看有沒有 飛腳貓明顯是快很多的 飛腳貓是快很多的 而且 攻擊速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應該也是飛腳貓獲勝喔 我打黑色敵人的話感覺好像應該還是 還是小地藏比較厲害 光靠這兩隻 完全沒問題了耶 喔等一下 這要出大事了 叫個美女神了 不能只單靠他們兩隻耶 但是靠他們兩隻是真的頂穩的 你看陣線一直都沒被推 黑色這個獨擊音鳥鳥 是滿麻煩的 我覺得飛腳尿 不是飛腳尿 飛腳貓是真一 遊戲 有料 滿省的 所以難怪大家會這麼推薦啦 今天用的時候直接 疊破我眼鏡耶 真的是 雖然我哲平沒戴眼鏡就是了 哈哈哈 疊破我眼鏡 可以直接把那個異星炎直接轟爛 我覺得這真的滿省的 因為我以前也是帶過很多隻陣型啦 但是我沒有遇到就是 真的可以就是那麼輕鬆的 就是 初期這種 比較便宜的角色 而且很快 移動速度很快 加上就是他攻擊速度也很快 直接就是把一隻沙翼貓丟出來 就直接完事 好免體哭了 沙丘 可以 好 精準來說的話基本上就是提醒大家 7月初這邊的這個月 就是每月的這個強襲活動啊 白金碎片要記得拿 因為前段時間太多的活動 所以這邊還沒跟大家講 然後 7月15號會再重新刷新另外一個 所以這個碎片 鐵定要拿 MANA你一定會後悔 那我們今晚就先玩到這邊了 那大家覺得我們這個 飛腳貓跟這個小地藏 力不厲害呢 你覺得誰比較厲害呢 或是其實根本就不用比 兩隻在一起最厲害 你們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一些想法 那我是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